各位朋友好 9月4日哈德逊研究所在最后一刻推迟了郭文贵的演讲 实际上是取消了郭文贵的演讲 确实令人震惊 听说在外界的压力下 翻译居然也下得没有了踪影 中共敢于这样对一个著名的机构施加压力 确实有点肆无忌惮 近乎疯狂 哈德逊事件传奇出两个方面的信息 一个证明郭文贵确实打中了中共的要害 另一方面显示中共的危害性确实很严重 居然可以让这样著名的机构低头 只是中共显然再次低估了郭文贵的顽强和意志力 9月5日郭文贵举办了首场记者招待会 对中共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回应 就小民的观察 郭文贵这场记者会明显是临时性的安排 并没有拿出太多的猛料 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和普通的直播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场记者会之后 多个重量级国际媒体都做了报道 因此这次记者会本身的意义实际上并不亚于郭文贵在记者会上爆料的内容 从这个记者招待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整场记者会主要的提问者大多都是华人和中文媒体 只有两个美国新闻机构参与不算多 美国的新闻机构对郭文贵事件的关注一直有限 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 郭文贵目前涉及的主要是中共权贵的贪腐 可能美国人并不太关心 第二 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 媒体不愿为此付出代价 第三 美国民众对中共对美国的危害缺乏认识 麻痹大意 事实上 中共已经进入到了美国社会 已经开始影响美国人民的选择 至少中共给出了两个没人可以忽视的重要证据 第一个是VOA断播事件 第二个就是哈德逊演讲的延迟 这两件事情足以证明中共对美国内部事务的干预的事实和潜在的危害 特别是关于VOA的断播事件 美国主流媒体没有跟进 而且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相关机构都没有进行调查 这确实令人意外 这次哈德逊如此著名的智囊机构 做出这样有损于自己名誉的决定 也没有引起美国新闻界足够的重视 记者会参加的媒体不多就是一个名证 这两件事情从外边看足以显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有多么严重 从美国内部看 这显示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事务 特别是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压迫缺乏关注和兴趣 从这点看 这固然是美国政客缺乏远见 极端自私和冷漠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显示 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在国际上影响力有限 没有能够让那些美国的政客和普通民众 意识到中共的危害性 特别是对美国价值观的侵蚀和美国国家安全的伤害 对抗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 单凭中国普通民众的牺牲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对抗 在这个意义上说 郭文贵的这次记者招待会意义重大 他不仅要让美国的政客们知道中共的邪恶 更要让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上的普通民众都知道 郭文贵在记者会上大声提醒美国民众 我以我的生命保证 中国盗国贼在美国的3F计划和BGY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这些计划将会给美国造成重大损失和灾难 希望郭文贵的善意提醒 能够得到更多美国政客和民众的响应 许多民运人士为开启民治和揭露中共的邪恶 做出了很多努力和研究 如果他们也能把研究成果告诉西方世界 而不仅仅限于汉语圈内 让美国民众都能认识到中共对他们自身利益的危害 可能会更有利于中共暴政的早日完结 这次记者会 我以为有两件事情值得关注 第一件事情 郭文贵当众展示了一份红头文件 这可能是郭文贵公开爆料以来 首次公开展示中共的秘密文件 郭文贵说 他向大家出示的这个文件 得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政府机关的鉴定 这是真实的 郭文贵这个文件的公开 关心他的人肯定不会只是记者和普通民众 美国的相关部门一定会查实的 中共向美国派出大批人员渗透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郭文贵自然也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 所以他事先对文件做了鉴定 关于这个文件 我也注意到了网上一些质疑和否定性的言论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见到有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有利的证据 来支持这些怀疑 我感到有点奇怪的地方是 郭文贵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技术措施 就直接将这个文件的所有信息都曝光了 其他的倒也无关紧要 只是这个文件的序列号 00004是登记在案的 只要有这个序列号 立刻就可以查出这份文件属于哪个单位 责任人是谁 如果不是郭文贵疏忽了 那么这里边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持有这个文件的相关人员已经出走 到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 网上有一种说法 郭文贵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 可能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集体反抗 这个文件或许是一个证明 另一种可能性是 郭文贵故意让这个文件的责任人难堪 中共利用民主国家的法治和自由环境的空子 进行文化和思想的渗透 甚至进行组织渗透 已经到达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种渗透之强大 让已经身在民主国家的中国人 依然生活在恐惧和纠结当中 中共对民主国家的渗透 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西方的一些政客却熟视无睹 中共可以牺牲数亿中国百姓应有的社会福利 而拿出巨额资金对西方国家进行渗透 收买西方国家政客和利益集团 这是同时伤害中国和西方 所有民众利益的事情 这么发展下去 中共就一定会左右美国的总统大选 郭文贵在记者招待会上结束时说 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 黑夜即将到来 一定要做好准备 任何对中共本质有了解的人 都不应该知道 郭文贵绝对没有夸大其词 郭文贵对中共的揭露 不仅有利于西方民主 也有利于中国的百姓 郭文贵的提醒 无疑非常及时 非常必要 记者招待会上值得关注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郭文贵在回答 是否有可能被美国遣返时 郭文贵所说的话 也就是说美国为了赢得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是否有可能牺牲郭文贵 郭文贵这次的回应 显然超出了以往回答这类问题时的深度和广度 特别是关于朝鲜问题和中共间谍网的说法 是令人吃惊的 郭文贵说 中国和北朝鲜之间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零 我认为我对美国提供解决北朝鲜的方案 多过他们 更有价值 更有办法 我跟美国提供的帮助的话 我觉得 美国找不到第二个郭文贵 能对他们这些北朝鲜的问题 了解BGY这个项目的问题 3F项目的问题 以及中国盗国贼在美国布下的这些间谍网的问题 我认为我最有价值 所以说 他出于美国哪方面利益和维护他国家的法律尊严 他都应该让我安全 显而易见 朝鲜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 非常急迫的问题 对于中共和美国都非常关键 特别是中共在美国的间谍网之类的事情 尤其具有敏感性 不管郭文贵最终能对美国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 郭文贵的这个表态 实际上已经说明 郭文贵不再对中共的统治集团抱任何期待 也就是说 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 为了他自身的安全 郭文贵已经准备全面和美国合作 郭文贵公开表态 不仅是向中共示威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让美国普通民众知道郭文贵最有价值 郭文贵不想只是和美国有关机构在密实里进行合作 郭文贵的这种说法里面或许隐含着对美国某些政客的一些担心 毕竟中共一直在不惜一些代价 试图将郭文贵抓回中国 此外 郭文贵关于中共十九大的一些说法也值得关注 但是小民以为这些信息多多少少反映了郭文贵的矛盾心态和复杂的利害关系 郭文贵说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 如果你们不站起来弄回我们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的话 所有的家人和这个国家的14亿人 乃至全世界都将进入极度危险的状态 你们想当郭文贵都当不了 因为我还有钱 你们不一定有钱 你们都会被强奸罪通奸罪给送进监狱去家破人亡 所以十九大绝对不能任人摆布 郭文贵似乎对十九大压了一个很大的宝 假如十九大能够按照郭文贵的意志和愿望来召开 那当然最好 至少不能让王岐山之类的盗国贼再次进入中共的核心层 我想郭文贵说这番话 确实是真心的替那些中共的精英们考虑 不过盼望十九大的那些代表们觉醒和奋斗 这多半高估了这些人的勇气和信念 从历史上看 无论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牵扯了数百万知识分子 还是1959年大跃进饿死数千万百姓 以及66年的文化大革命 数亿人被牵连 面对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严重的伤害 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 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有效的反抗 这是中共这个组织的性质决定的 一旦加入这个组织 就会受制于这个组织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维持这个灭绝人性的组织的存在 所以郭文贵对九千万党员的这个期待 包括那些进入中共政治局核心层的那些精英的期待 不可能有效果 他们只会逆来顺受 从薄熙来束手就擒 到许才后郭伯雄另句话周永康低头认罪 过去不会有例外 今后也不会有例外 他们当中有人能像王立军那样逃跑 就已经是罕见的了 距离中共召开十九大 只有短短的十几天了 中共一定会用尽全力对付郭文贵 不过现在看来 中共的打压只会刺激郭文贵加倍拼搏 郭文贵注定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更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 应该说 在中共的逼迫之下 郭文贵已经越走越远了 我想 中共的十九大或许就是一个分界点 好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发音乐